基隆朝进公园沿岸不止大雨更刮起长浪 振振水花拍打岸边 镜头转到南部 暴雨加上强风 高雄一片惨烟 民众清晨冒雨出门 机车族推着车涉水而过 连公车都差点受困 尽管开明25号清晨4点20分 中心从桃园新屋出海 强度减弱为中台 台风验跟着消失 但登陆到出海短短5小时 在全台酿出不少灾情 暴风圈最快25号深夜 脱离台湾气象鼠市井 依旧不能掉以清晰 它南侧伴随了非常旺盛的对流云系 因此虽然脱离了暴风圈 但是中部跟南部的风雨 还是相当的强劲的 要提醒大家在今天 都要留意强风豪雨的现象 开明台风登陆前 中心原地打转 又巧妙避开中央山脉屏障 虽然强度减弱 但结构依旧扎实 截至早上10点 屏东马家村累计雨量破1200毫米 太平山破1100毫米 高雄茂林也破1000毫米 西半部地区 尤其中南部的降雨 还是相当的明显 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当中有一些发展 比较像红色区域 这个是对流发展 比较旺盛的地方 当它在移入的时候 就会带来食欲量 超过100毫米的 短延时的强降雨 台风环流 加上西南气流结合 肥后雨带将袭击中南部 台湾台风论坛更强调 得密切追踪 凯米在台湾海峡逗留的时间 但这配置跟莫拉克 823水灾极为类似 气象署雨量预测也显示 25号入夜到26号上午 新竹 苗栗 一路到南投 彰化高屏甚至花冬 雨量预测都达到 停班停课标准 不排除放第三天台风架 台风委威力 中南部依旧得高度警戒 静新闻做合报 云林岛南镇林子丽水深 来到成人膝盖高 放眼望去 整个汪洋一片 已经快要分不清楚 哪里是路 哪里是天 这边的整条马路变成水路 现在目前还可以看到的 这个马路旁边 还有这个白色标线 大概的隐约 还可以分得出哪边 是农田 哪边是马路 不过有农民非常无奈地 收了前一碗才过久 没有想到一夜大雨地 让他们心血全部泡汤 越往里走 水淹急凶 两台艇在路上的黑色轿车 统统淹在水里 半个车身 还有车头都被淹没 民众赶紧撤离 这网线 到地下来 地车 地车 到胸口了 台风凯米带来惊人雨势 导致大湖口溪暴涨一流 算云林县府宣布停班课 但仍有陡南民众 一早冒着狂风大雨外出工作 在台78线下 陡南交流道 有轿车面对前方水淹过半个轮胎高 还是涉嫌通行 但有两台轿车则是不敢贸然经过 因此三人困在路中 进退两难 消防局赶快前往协助脱困 你怕不知道踩下来多深吗 就怕淹水情况越来越严重 救援人员赶快出动 橡皮艇 出发到民众受困地点 陆续救出两人 另外还有民众的住宅 一楼烟及膝盖 家中家具 全都泡水 还有机舍 也都渗入浑浊泥水 我感觉你有这个肥料 它贴管的 幸好相关农业用肥料 以放置高处没有损坏 开米威力不容小 去目前云林雨量 截至上午8点 已达到350毫米 部分地区撤离20多人 提醒民众伴随着旺盛的对流 云系 后续的风雨非常强劲 要格外注意 进行为王慧如 黄敬轩 林世新采访报导 江南雷华 救生艇进到社区 因为一夜大雨过后 嘉义胡子路 环胡路 淹成了一片水深吉腰 消防挺进嘉义 水上乡的一新村 一大早水还淹到 将近一层楼高 居民受困屋内等待救援 台风走了 嘉义大雨海 一直下陆野马路 变成了河道 消防出动 救生艇 接驳灾民 刚才带了五个出来 对 里面都是淹水了 没有办法出来 用激流舟 把它们带出来 那目前呢 进去还要继续搜索 对对对 还有报案 所以里面还有人的受困 他准备进去 轿车涉水而过 但已经分不清楚 原本的道路在哪里 这里有啊 这里有啊 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高 所以在里面很危险 就是赶快撤出来 三棉获救 频频跟消防致蟹 家园产淹水 哇 免败不出 也没人信免 落草后绝寸 也是水淹小腿肚 这比较多了 夫人回到三合院 因为家门口都是水 牵着车到处巡视 咱们也没想到会淹成这样 落草的后绝村加三十九线 南京排水沟旁 农田也被淹没 水淹半个轮胎高 骑士不敢贸然行驶 徒手牵车 八党系汐水暴涨 一堤淹 淹进了周遭的低洼地区 像是水上乡的六星村 美上美社区 清晨一早 水淹进了民宅 居民措手不及 真的 来得都贵了 来得用水啊 对啊 周山抽水机启动了 也无济于是 因为抽水的速度 比如说吸水倒灌速度 台风过境加益成灾 今新闻呂宏益许惠美 真的吗 大雨狂炸 滚滚泥流 夹带土石 刷 往下宣泄 居民半夜先听到水流声 出门看 画面震撼 土石流湍急又大又快 家门口装挡板 仍挡不住水流 土石流一路灌进客厅 家具全泡水 这时想要拿锄头清淤 速度根本跟不上水流 这是在南投旋里乡108巷 小巷口发生严重土石流 如果越大 房子越大了 家门 要这样 没有 他大约 怎么办啊 我三十点起来就这样子了 我来这边四十几年 第一次看到了 蛮危险的 今天早上很早 我们村长就带人 带一群人在那边行走 现在新一7蛮严重的 南投新一更可怕 已经看不到原本道路 被土石流冲刷掩埋 淹过小腿肚 挡板瞬间变塑胶 土石流流进家做客 雨还在下 土石流还在流 居民好无奈 台十六线通往地利 明河交叉口 山坡树木摊方 横挡双向道路出动 怪手开挖 前面路不同已经很惨 居民还直击 旁边土石松动 土石流爱任居 大雨导致猫罗西暴涨 夸张到满到溢出来 居民透露 很久没有看到猫罗西满成这样 连带临近信一街军工桥 停车场车辆都成了泡水车 中央气象处统计 截至清晨六点 南投降下540毫米 海米外围环流 惊人与世 再度重创南投 进行的中岛 放眼望去 汪洋一片马路变成小河 水沿超过半个轮胎 工程人员紧急在低挖处 拉起封锁线 轻身骑士无法前进 只能牵着车往回走 就连路人出门采买物资 都只能涉水徒步前进 海米台风过境大雨 下个不停 整个北高雄几乎泡在水里 民众毫无奈 经过一整夜的大雨狂炸 一早起床水已经淹到脚踝 根据高雄气象站 岗山国一观测点 接至25号上 五十余辆就测的 一百零一毫米 另外雁朝区同样灾情惨重 车辆经过漸起大片水花 还有小客车 因为大雨抛锚停在路中间 花费将近一个小时 才终于成功脱困 没想到水烤这么快 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高吗 还没有这么高 太高了 大家都待天在这边 水烟几西车辆抛锚 泥水还冲进民众车里 好多人的车瞬间成了泡水车 所有人都只能先徒步前进 到安全处避难 大雨狂炸 高雄各地都传出灾情 不是入宿被风吹倒 就是烟大水 自关区点爆桥沿 因为溪水暴涨预防性封路 截至上午八点 虽已经接近满水位触及桥面 提醒民众还是尽量别外出 避免发生危险 骑士在高雄市区与强风大雨抵抗 但最后海市抵不过开米台风的威力 整部机车抛锚 其实只能牵着车往路偏靠近 停带骑楼的七机车也无疑幸免 全都泡在水里 凌亚区自强三路迎来久违的腌大水 让附近商家都赶紧把货物价高减少损失 有等过这样就对了 那就没办法营业了 没办法 面念厨房整个精水 水腌到至少到脚踝 剩材根据都泡在水里 能不能正常营业 都还是未知数 你就是四年来第一次 你就是四年来第一次喔 对 你就是四年来 平贵对 今天现在这是因为怎样 因为还是大潮 我们稍微下雨量太大 下雨量到外面要往出海的地方 看那边上潮就很清楚 前阵子在网路上爆红的 冠公骑机车铜像 虽然能正电但却治不了大水 雨水不断往骑楼里灌 但挡不住大水的声明不止他 快点我告诉你 今天千万不要再来相反 我们大准水一定满 妙方人员特地管播要信 重门不要冒雨参拜 因为这间位在骑山的凤山寺 大水也都已经灌进大殿里 24号晚上10点到25号早上10点为止 在骑山的累积雨量就达358毫米 临近的美农也有332毫米 市区同样破300毫米 都是接近好大雨等级 因此各地通通淹水 美农一大早也因为来不及排放雨水 导致大淹水 民众若是没有紧急事情 恐怕还是不要出门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请旋留会有限家人长报道 整座鹰架倾斜在强风中摇摇欲坠 好像随时会倒下来一样 这是台南市南区明星路上 有民众拍下这一幕惊险的画面 不只强风更有不间断的大雨 任德区中正路一段积水25公分 轿车开过就会见骑水花 机车骑士不敢再骑 就把车子进水抛锚 一旁人特加油站被围困在积水中间 成了一座孤岛 水淹加油站 淹了二十几公分 现在可以工作吗 营业吗 你们这边是不是 这个加油站是不是长淹 还是今年第一次淹 没有长淹 所以一定会的 因为这种天气也不会有人做 加油站员工穿着拖鞋涉水 试图走出去 但没走几步 水就已经淹到小腿肚甚至膝盖 我快到膝盖了 还有民众因为突如其来的淹水 受困家里出不去 救难人员翻过栅栏 准备进入民宅内 截除受困的居民 台南前东社区就紧邻着巴掌溪 大雨导致溪水上涨 还灌进民宅里 水淹到将近一人高 屋里面总共有四个人 只好报警求援 消防队员出动向皮艇把人带出来 所幸人都平安结束徐京的营业 继新闻 华医生马竹心采访报导 顶楼铁皮屋顶不敌墙风 整片被高高吹落 撞倒一旁的女儿墙 在重力加速度下整块掉落 直接砸中下方的白色轿车 轿车后方瞬间被砸烂 车主吓得把车子往前开 当时后座有两人受伤 45岁的母亲当场没有心跳 七岁男童当场昏迷 父亲则是驾驶赶紧下车查看 昨晚进到楼下有巨响 看到一台白色车被砸了 好 我那时候就立马 冲下去帮忙救人 蛮着急的 一直在等救护车 问救护车什么都还没干 意外发生在华林市区 24号下午 华林市区刮起了14级的墙风 铁皮屋顶被垂先压垮女儿墙 造成轿车中被砸伤 酿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驾驶市原民会区域督导也是社工 他悲痛表示 妻子是医院的护理师 当时一家三口出门 到住家附近一公里的超商 踩满物资 才刚停靠路边 就被女儿墙砸车 妻子送医不治 儿子也命违 七岁男童今年六月 才刚从幼稚园毕业 暑假完就要上小学一年级 没想到发生汗事 而事发的公寓民宅 是饭店成租当员工宿舍使用 顶楼的加开铁皮是民国七十八年就盖了 属于寄存为建 我们家属做个慰问 那时候家属可能情绪比较不好 饭店业者承诺后续药费会尽力协助 而马先生一早到警局做笔录 腿上也有擦伤 走路一拐一拐 台风天痛失 妻子现在只希望奇迹发生 儿子能够尽快脱离险境 接下来蔡队有赖文中旅传明花莲报道 另一片狼急所有家具泡在水中 台米墙台袭击宜兰原山七贤村 台风在这个宜兰的南方澳登陆之后呢 为持续为宜兰地区带来惊人的降雨量 特别是在这个原山地区呢 这个降雨量累积在这边 地势比较低啊 或是排水不及的民宅 就因此受到这个淹水的灾害 我们可以看到原山厂这边 有一处民宅呢 其实水在昨天傍晚开始淹 然后淹到七点多左右 已经整个淹进民宅 我们室内都有更高嘛 那大概到八点多 那都已经 室内的话大概都已经过腰了 好 别动 屋内变成游泳池 家中杂物包含瓦斯桶 通通飘在水上 尽管门窗关紧紧 还是有大量泥水渗入家中 逼得住户只好断电 躲在顶楼过夜 屋主出估 财损高达两三百万 是有说我们这边有六组机主在抽水 但是那个速度 没有办法去负荷 那我们还是希望说 那个大型的抽水站 还是可以赶快进去 延兰元山七弦村西州地区 24号下午五点开始淹大水 到了晚间十点 水位更高达一米半 社区宛如一片汪洋 数十户人家受困 有住户表示 灌进家中的积水 不像是雨水 而是黄沉沉的泥水 因此怀疑 闸满煤即时关闭 导致蓝阳溪水暴涨 倒灌七周排水 相关单位是表示 已经出动了六台这个抽水机来运作 那么水门也在 也已经即时关闭 可是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民宅附近旁边的稻田 整个水经过一夜的大雨之后 确实直接淹到了马路上来 在后方水比较深的地方 甚至直接超过了小腿肚 尽管有六台抽水机权力抽水 家中还是成了汪洋一片 住户无奈想问 盐水问题何时能解 近新闻吴洛莹 彭乙之后采访报道